第四千五百五十九集 叶世间 这天泽神术乃是宝物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机缘 孙叶蓉欣喜地说道 叶辰点了点头满目笑意 就在这时候 那天泽神术竟然蠕动了几下 往上攀升了些许 即便此等变化极其细微 但还是被叶辰注意到了 他准备上前一步 仔细查看情况 但是忽然间 他感觉到那枝繁叶茂的树中 有一道星红的目光正在盯着他 那道星红的目光转瞬即逝 确实被叶辰捕捉到了 孙叶蓉往下行去 正准备踏入那天泽神术的领域范围 却被叶辰一把拦住了 先不要进去 这里面恐怕另有玄机 叶辰眯着眼睛 再次看向那棵天泽神术 孙叶蓉一愣 问为什么 叶辰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分出灵念 凝聚成了一道自己的虚影 那人影有血有肉 和自己都差不多一样 但是当他进入这天泽神术 方圆十里的范围时 突然间 无数条藤蔓从虚空当中探出来 携带着凶狠的力量 仅仅一瞬间 就将野尘召唤出来的魂影 炸得千疮百孔 煞时间不复存在 数息时间 便被吞噬殆尽 孙叶蓉停住脚步 猛然正住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外表看上去 无比神圣的天泽神术 居然会吞噬人的魂魄 你不用惊讶 这东西存在了万古的岁月 谁也不知道 其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此时应该被这 冰封血缘的魔器侵蚀了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叶辰打亮着这古术 面露思索之色 他总觉得 这天泽神术的本体是好的 但外围却环绕着一层魔器 寻常人等无法靠近 孙叶蓉盯着这天泽神术 看了许久 心中疑惑不紧 随后 叶辰来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几乎快到达了 这层云霄的顶部 从此处往下看 天高跳远 层栏叠障 而这座冰山更是雄伟壮观 俯视而去宽阔无比 并且留有道道沟壳 寒暄在山体之上 叶辰见到这些沟壳后 顿时起了疑心 他左看右看 忽然发现这座冰山 像是一具巨大的棺果 这边散下来 形成了一圈圈的山路 像是神秘的符纹 汇聚在此 叶辰见到这符纹 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眼神猛的一面 他的意识海中 出现了红军老祖 留下来的铁块 这一块红军铁块 也散发出了盈盈光辉 与天泽神术的本体 十分相似 叶辰只见到铁块浮空而出 自动往那边飘过去 他没有加以阻止 而是缓步跟上 孙叶荣也随之反应过来 叶辰随身携带的这样宝物 绝对大有玄机 于是赶快跟了上去 于是叶辰就眼睁睁地 看着那红军铁块 破开了外层的阻拦 不费吹灰之力 那些凶狠的雾气 即便见到了他 也要绕而远之 叶辰一时之间惊讶不已 更多的是喜悦 这红军老祖留下来的东西 是第二次帮他了 他与孙叶荣对视一眼 两人快步进入其中 可以见到那外围的禁忌 已经被穿破 这时候他们才接触到了 真正的天则神术 一步步靠近 他们才能体会到 这无上元术的独特生机 头上的黄金叶片不断流转 从树干到藤蔓 都是弃则阴晕 我很惊讶 你们居然能穿过 那层层屏障进入其中 要知道 我可被困在这里无数年了 从未有人进来过 他们还没打算做什么 就呼地听到一道沧桑的声音 蕴含着浓浓的古艺 这棵树已经存活了万万载 寄托着尖家仙子最后的希望 与红军老祖临别的绝念 长久的岁月以来 他的神魂受到滋养 前辈你好 叶辰见到这棵古树 并未摆架子 而是拱手坐衣 行礼问号 孙叶荣一时间也愣住了 不过他很快也学着 叶辰的样子行礼 对于这等洪荒时代的远古神物 应当抱有敬畏之心 而且这棵古树的光泽 有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灿烂 树皮有些开裂 并且树干上的褶皱 已经成波纹 悄然扩散 你身上有主人的气息 想必也是借此才来到这里吧 天泽神术笑着开口道 我确实与红军前辈 留下来的虚影有过交谈 叶辰如实回答 此次他依旧能感觉得到 这树干当中 有一双眼睛正在打亮着自己 与前面那双赤红色的瞳孔 相差无几 唯一有区别的是 这双眸色没有凶煞之意 应该是自己从外看去 未曾淘开那层屏障的束缚 被迷惑了双眼 那你是何种身份 天泽神术并没有红军老祖那般眼力 也没有上古神魔那样的见识 因此只能主动询问 前辈 我指掌轮回 名为轮回之主 叶辰坦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在这神术面前 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如若再藏着掖着 说不定还会影响对方 对于自己的气韵判断 叶辰在说话之时 天泽神术的里头 一缕翠绿的光芒悄然亮起 仿佛与天地气韵相连 可以印证叶辰所说之话的真假 而叶辰说完之后 神情平静 坦坦荡荡 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天泽神术 这才大为震惊 自古英雄出少年 这句话果真是天理循环 生生不息啊 我的主人年少时 也是如同你这般 精彩艳艳 独断万古 不过他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并没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天泽神术 接受了尖家仙子 一滴眼泪所化的晶圆 也传承了红军老祖的本源之力 自然对两人的过往事迹 十分的清楚 一旁的孙叶荣 听到轮回之主这几个字 刚开始觉得有些熟悉 但反应过来之后 心脏都猛地停止 仿佛乱了半拍 即便他身处在悬海之中 又怎么没有听说过 轮回之主的名头 那可是未来天地间 至高无上的主宰 比肩红军老祖的存在 将来若能执掌轮回之巅 就是这世间的最强王者 到时候 整个尖家剑派 恐怕也承受不住 他的意志之威 孙叶荣飞速整理脑子里 迷乱的思绪 一条条线索理出来之后 他才发现 叶臣的真实身份 是轮回之主 既在情理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以叶臣之前表现出来的 种种实力 确实不会辱没 轮回之主的名头 只不过 是他没想到这方面罢了 尖家剑派 若是知道他们 所结下的仇敌 是轮回之主 心中该作何感想呢 同时 孙叶荣的心中 有一抹庆幸 还好 自己与轮回之主 成为了朋友 而不是敌人 孙叶荣走神之时 叶臣可没法洞察到 他的心理活动 画面拉回叶臣这边 面对天泽神术的夸奖 叶臣习惯性地 谦虚两句 前辈谬赞了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哪里能像红军前辈那般 成为古往今来第一人 天泽神术 呵呵地笑了两声 他对于自己的道行 不能继续增长 感到遗憾 但若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如果当年 不是红军老祖 与奸家仙子二人 赋予了他新的生命 他又怎么可能 摇身一变 成为这天地间的顶级神物 并且存活至今呢 如我们这般宝物 虽然也可修行 但是却艰难重重 百年来 或许也未曾有半分精进 我从万古岁月修炼至今 方才诞生了一丝微弱的灵石而已 叶辰文言微微一笑 我们虽然修为 尽静极快 但寿命却极其有限 大多数的舞者 都只能坐看日出 听风起浪 却无法掌控轮回 逆转生死 终究还是要化为一捧黄土 而四前辈这等神物就不同了 几乎已经与天地同寿 和万物通灵 某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对于你们来说 也不过是沧海一宿而已 天泽神术的话语中 带上了笑意 你这年轻人倒是会说话 但我的情况至此 我自己清楚 尤其是我现在 所镇压的这尊神灵 恐怕以我的力量 已经无法再压制它了 不出一年 它便会脱困 天泽神术如此说着 叶辰才发现 它通体金黄的光芒 有一大半是往下蔓延的 神圣的气息扎根于土地之中 唯有睁开天眼 仔细查看才能见到 这天泽神术所镇压的冰山之下 竟然有一丝丝的血光涌动 前辈 这下面镇压的是何人 叶辰问道 下一刻 天泽神术的一根藤腕指向了孙叶荣 镇压的人与他同宗同源 从进来之后 便一直默默地听着两人对话的孙叶荣 顿时一愣 与他同源 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 你们后来的尖家剑派弟子或许不清楚 不过也不奇怪 已经过去了非常遥远的岁月 又何必再提呢 尖家剑派的历代掌门人 是抱着这种想法 不想将此等丑事传给后人 但于我而言可不是这样的 我帮尖家剑派 镇压了这尖家圣子 却被困在这荒芜之地 无法逃脱 这么些年来 尖家剑派也从没有人来探望过我 实在是令我心寒 天泽神术对于红军老祖 与尖家仙子心存感激 视为主人 但是对尖家剑派 却充斥着无穷的恨意 叶辰听闻此言 顿时皱起了眉头 据他所知 尖家剑派是以女子为主的宗派 即便获利招收天赋出众的妖孽男弟子 那也只是壮大尖家剑派的声势 并不是为了传承道统 每一代宗主的继承人 都被称为尖家圣女 而并非圣子 为何会有一名尖家圣子问世呢 孙叶荣似乎想起了什么 神色突然一变 满眼的不敢置信